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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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只要想著贏就好了 等一下我又想著輸 其他人跟海之間好像都有什麼... 什麼秘密在糾纏著 他騙人啊 可是我不能輸欸 怎麼辦啊 因為他出特殊卡的話一定會贏啊 好啦 我們先平手好了 可是接下來我要贏兩場 可是我不管怎樣我都要贏兩場 好 我們贏了 他剩下布跟石頭嘛對不對 哇 不過他剩下布跟石頭的話 對啊 如果剩下布跟石頭 就是要賭囉 這就隨便啦 就沒辦法 就... 你出的牌是剪刀嗎 說好 欸 我說第二次了 煩欸 反正第一場就用特殊卡 其實不用欸 還是我先輸一場 好...好麻煩喔 這個... 把那個... 說謊用掉真的... 不太容易... 玩下去 應該會贏吧 OK 所以不能說謊我只能出剪刀欸 對啊 這樣子平手 平手是我輸啊 欸 喔 喔 想錯了 兩次平手一次獲勝 那算是一次獲勝贏嗎對不對 好 那我獲勝了 所以呢 很遺憾的是小海你輸囉 很遺憾的是小海你輸囉 那麼這一次真的要收下你的性命了 做好心情準備了嗎 點點 不 我不會屈服的 絕對不會屈服於你 蛤 那你要幹嘛 你要殺到他嗎 呃 這這傢伙 人家的脖子 就算遊戲輸掉 也無所謂了 輸贏什麼的都沒有意義了 只要把你殺掉不就好了 只要把... 齊具給毀掉 就不用下棋了 我會... 毫不猶豫的殺了你 為了拯救大家 我現在... 會在這裡殺了你 對啊 你內心其實是一個女漢子的 這傢伙... 一開始就打算這樣嗎 你放開 哇 不會吧 真的被殺掉了 哇 為什麼 明明剛剛... 開始就捅了你好幾次 為什麼 你不會死啊 我說過了 我不會放棄 絕對不會屈服於你 就算死了 我也不會放棄 我會贏過你 殺了你 讓大家活下去 其實你一開始如果這樣做就好了 已經死三個人了 別...開玩笑了 遊戲的規則 是絕對的 要死的 是你 是你啊 那跟我沒有關係 因為我死都不會放棄的 這傢伙... 到哪都是 遇想跟那時候做同樣的事情嗎 翠 是的 大小姐 哇 頭不見了 啊頭直接不見耶 真是的 到最後 都給... 都這麼給人家添麻煩 蛤? 蛤? 怎麼可能 明明就沒有頭了 為什麼手還能動啊 這傢伙 就算死也不放棄嗎 蛤 咳咳咳 非常抱歉 明明輸了遊戲 卻反過來要殺死對手 這樣的確違反規則了 唉 不過真是令人吃驚了 明明都已經死了 卻還能有這樣的行動呢 你啊 既然早知道的話 應該可以早點出手幫忙吧 真是抱歉呢 大小姐 我覺得翠也是故意想要看好戲吧 不過 那傢伙 既然都死了 就乖乖死透一點啊 真是直到最後 都是令人討厭的傢伙呢 真是嚇人了 人類居然還能做到這種事呢 就算是你 是不是也開始感到焦結了呢 可是他也是人類啊 是呢 不過 那樣子也是一種樂趣 那麼 下一場遊戲 就最後一場了 最後一場遊戲之後 就是真正的 賭上生死的 互相殘殺了 好好期待吧 哇賽 海好猛喔 還是海其實有跟惡魔定有什麼契約啊 該不會最後發現 其實海是跟 惡魔有什麼約定之類的 所以才會 這樣 好 那我們繼續吧 那再一場 我們就可以 把所有人都殺死了 今天我們就玩到 所有人都死掉這個結局 還愛下安安喔 好猛喔 好猛喔 不是啦就是 第一個可能是 他跟惡魔有定下什麼契約 對阿 或者是 就真的阿 他就是 殺意很 殺意真是想要把你殺死 殺意堅決 所以死掉的手還一直握著這樣 不知道阿 人類的奧秘阿 好 那我們來最後一場遊戲吧 打破安安喔 你好 蘋果遊戲 好這就是要贏嗎對不對 那我們就 努力的贏下去 他是用鮮血是不是 哪一個是鮮血阿 天阿 我哪看得出來阿 所以 呃 我們要贏嘛 就紅蘋果 好那我們就先選 這箭頭也太不明顯了 搞不好我自己又拿到 咦 好 你想要提問 你下毒 的是紅蘋果嗎 是 欸 欸 嗯 我剛下毒的是紅蘋果阿 所以說那個不是紅蘋果 好 欸 說謊了 那是不可能的吧 人家下毒的 毫無疑問是紅蘋果才對阿 不 非常遺憾 大小姐 說的是謊言 大小姐沒有在紅蘋果下毒 怎麼會 騙人 你中了我的陷阱呢 紅任 蛤 什麼意思 OK 這剛剛一樣的 不是結局 這應該是game over阿 不是結局 天哪 很安 你好 天哪他竟然做這種事 最左邊那一顆是他 他做假的紅蘋果 好 所以 呃 我們知道 呃 反正我先拿嘛對不對 所以 到最後他一定要先拿那個 紅蘋果 好 欸不對阿 可是他最後 管他的 不管 不管了 我超神 好 這個是白蘋果 又不會那麼衰吧 好 OK 欸 欸 欸 白蘋果 為什麼 欸 不是阿 可是我剛剛不是說 欸 不是阿 我剛剛明明是在最左邊那顆下毒的阿 可是我剛剛說謊了耶 我說他是白蘋果阿 可是為什麼我們又可以選兩顆白蘋果 欸 這是 這是Bug嗎 還是我選錯了 我剛剛想錯了嗎 欸 欸 怎麼會這樣 欸 我覺得是Bug耶 為什麼又是白蘋果 到處都是白蘋果 我覺得是Bug阿 天阿 等一下阿 這是Bug嗎 這種事的可能性太低了吧 對啊我們剛剛 欸 這 這太奇怪了吧 怎麼那麼多白蘋果 大家想想嘛 呃 有四個 紅蘋果是八百萬 四個白蘋果是 四個白蘋果是四百萬 好像一千兩百萬了 剪掉四百萬的毒蘋果 有八百萬阿 可是現在只有兩百萬 只有四百萬的 現金在檯面上 怎麼可能會這樣 欸 怎麼會這樣 應該各 各四個才對阿 他說死人的血嗎 喔 好 欸不對阿 可是有那麼多白蘋果嗎 等一下啦 怎麼到處都是排蘋果阿 天阿 這遊戲到處都是排蘋果嗎 好好好 呃 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我們再隨便試一次 好 我們弄給大家三百萬好 好對 所以最左邊那個是擺蘋果 好 我知道了 呃 一二三 從左邊數來第三顆是紅蘋果 我先拿那顆 呵呵呵 欸是這顆是紅沒錯吧 呵呵呵 天阿 哇 玩到 好勒 這顆是紅吧 不然是白的話 無話可說了 啊啊 我選的是什麼 對啊我第一顆應該選到紅蘋果沒錯 呃 呃 反正這也是白馬 這個是毒嗎 這個是毒嗎 OK OK 贏了 好累喔 哈哈 可是他可以 他竟然拿了兩顆毒蘋果耶 他還蠻厲害的 好 救救我 救救我 呵呵呵 抱歉 果然還是當人家沒說過吧 雖然人家已經很異常了 不過你也十分的異常了 話說回來 你看著我至今為止的舉動 應該多少的察覺到了吧 我是 最接近你的那邊的人 是呢 不過 這樣的話 人家反過來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這樣的才能跟資質 應該可以像人家一樣更加自由的活著 為什麼你卻熱衷於那樣的生活模式呢 因為這樣才普通吧 我沒有像你那樣有著想殺人的欲望 我只是想普通的活著 僅此而已 那麼 如果你活在一個殺人式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呢 那麼 那樣的話我會像周遭人一樣 普通的殺著人而已吧 入境隨俗 我會在那個世界裡普通的活下去 是嗎 你如果身在不同的世界的話 毫無疑問會變得比人家更恐怖的怪物呢 那麼 最後就照你的期望 普通的 殺死你吧 恩 謝謝 再見 全殺完了 唉 至今為止 殺過這麼多人 這是 最空虛的一個了 欸 欸 人家該不會已經把全部人都殺掉了吧 啊 人家真厲害呢 殺完所有人欸 殺完所有人欸 普通結局 通往結局 這一樣的 好 我們就通往普通結局吧 欸這可以看嗎 應該還不能看對不對 欸可以欸 唉 我們等下次結局再看好了 看普通結局 啊太好了 小紅刃漂亮的殺死所有的人了 非常恭喜您大小姐 這樣子 大小姐的殺戮秀就結束了 是呢 這樣子遊戲就通關了 是人家獲得的勝利對吧 翠 沒錯 這場遊戲的勝利是大小姐 所以 如願望所示 嗯 讓人家復活吧 啊復活 真是厲害呢 這樣子 就成功復活了嗎 沒錯 大小姐已經復活了 地點 倒是我隨便挑就是了 這樣啊 這麼說起來 那些傢伙們 真的完全沒有察覺到嗎 包括人家在內 全員 都早已經死亡這件事 真的假的 全部都死掉了 普遍來說 注意到自己已死的靈魂 並不會成為幽靈 正因為沒有認知 到自己已經死了 所以才變成幽靈吧 雖然是那樣沒錯啦 但人家被殺死之前的所有記憶 可還是記得很清楚呢 那是因為 大小姐的精神 比普通人還強韌呢 或許是因為 您一直生活在 時常 接觸死亡的環境下吧 對了 您的死因是 不要讓人家說這種事啦 人家在公園裡看到那些傢伙 將他們綁架後 監禁在人家的陽關裡 接著順序一一殺掉 然後 正覺得已經全部殺掉的時候 還那傢伙 明明死了 還在抵抗 結果人家就被他殺死了 哇 還真的很猛耶 接著 身為惡魔的在下 就被召喚出來了 為了實現 某人復活的願望 大小姐和其他人的血與屍體 便無意間 成了召喚出在下的祭品 但是 身為惡魔在下 只能夠實現一個願望 也就是 只能復活一個人的生命 因為不知道 到底該復活誰 於是在下就像惡魔般的決定了 用遊戲來選擇 雖然說 直接讓群員進行大混戰也是可以的 但是 似乎除了大小姐以外 其他人都沒有死去的記憶呢 好像是呢 大家似乎只記得 在公園被人家拐走之類的事情 所以 唯一有記憶的人家 就是聽從你的要求 假裝是主辦者 進行了名為死亡遊戲的車輪戰呢 是的 真辛苦你了 大小姐 什麼大小姐啊 你雖然裝成人家的直視 實際上 真正的幕後黑手 卻是連人家都利用你呢 還有 雖然現在才問 不過 這個願望 到底是誰的呢 至少可以確定 不是人家的呢 因為我根本沒有時間 想這種事嘛 大概 是那個時候 被你死亡的誰吧 應該是海吧 誰知道呢 到底是誰 召喚出我這種事 現在都已經不重要了 復活 這個願望已經達成了 不管復活的是誰 就結果來說 這樣就足夠了 你說 該說你真的不會是惡魔嗎 這次遊戲裡 最多在其中的 應該就是你吧 我不否認喔 我只是以自己喜歡的形式 來完成契約者的願望而已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大小姐 現在等您已經 因在下的力量而復活 所以跟在下 有了契約關係 當然 大小姐死去的時候 我將會收下你的靈魂 沒問題 人家只要能夠 用可笑又有趣的方式 殺人就滿足了 而且啊 人家 說過的吧 跟你一起進行殺戮的時候 真的是無上的刺激呢 那麼 大小姐 嗯 人家要重新跟你定下契約 翠 只要人家還活著 就會跟你一起進行 最棒的死亡遊戲喔 嗯 我很期待喔 只要大小姐 您拜北的那個瞬間為止 天啊 這兩個惡魔真的超誇張 看不懂嗎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明白耶 反正惡魔不知道是 誰 應該是我們在其他結局的時候 會知道是誰創造出惡魔 可是惡魔就只能 讓這一群死掉的人之中 復活一個 就因為 就只有這個 紅刃 他有記憶而已 所以讓他當主辦人 有死掉的記憶而已 就讓他當主辦人啊 就這樣 反正最後 活到最後 就只剩下一個人 活著的話 那個人就可以復活 不管是誰啦 真是 真是 不得了的遊戲啊 紅刀 加熱 3 人 4 5 4 5 4 5 5 5 6 6 5